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白 好我們今天又要來介紹一下我們的那個 非官方部隊組合好不好 那這次呢是要 是要 組合我們這個零星黃浦松 好不好零星黃浦松 那李白呢現在目前還是零星然後本來是想說上次 那個黃浦松的他那個 黃浦松跟那個呂琳琦一起出來嗎 那黃浦松他的那個 抽到的機率 是57% 但是我沒想到我居然可以兩個都各抽到一隻 我本來是想要有一星黃浦松 好沒關係那我們零星的黃浦松也很強 那零星黃浦松要怎麼組合呢 那這個就是李白的組合 那李白組合呢當然 是非官方的 官方應該是配工兵嘛 他也是配工兵比較多 那輔助應該是用那個 UR的龐桶 對不對應該是這樣然後那時候看直播的時候是這樣的配法 那李白呢是用非官方的配法來 分享 自己的部隊組合啦 那這個組合我們是配UR的諸葛亮 那你也可以你假設有 滿星的SSR諸葛亮 因為他剛好也是工兵所以他加成的戰力會比較高 那也可以換成SSR的 那個諸葛亮 那 因為李白的UR龐桶沒有很高啦 所以我用的是SSR滿星的龐桶 好不好 滿星的龐桶 那我們再配合我們的那個 巡域 好不好巡域 還有一個 那個 這個是中 這個是中 中會嘛 對中會 那我們的技能裡面呢會有多一個測試 因為李白的那個測試 的 測試 帶有測試的武將 都明顯不高啦 所以你也可以把他全部加到變測試 輔助 帶有測試的武將可以到三 三等 我看 你假設說你真的很多 測試的話 你全部都換 那就是跟官方一樣 他會把測試 就跟到五等 那李白測試這個沒有沒有那麼高的 那個武將 所以李白測試就有一等 那 冥火的話是兩等 激略跟王佐都是增加 激略跟王佐 都是增加那個 智力的 激略跟王佐都更加智力的 那正設的話就是 兵力在50%以上時 部隊的通常攻擊跟戰法會加害 傷害加5% 然後 那心眼這個就是那個 部隊 避免部隊支撐 這要通討跟混亂 這個是諸葛亮 好那這個就是 李白的組合 然後那為什麼會配諸葛亮 就是 鳳儲跟 臥龍 那就是 那SSR的龐桶呢 他是會增加他的智力50% 那戰力戰法速度上升20% 所以他速度可以一直增加 可以讓戰法的速度增加 他可以在 發動的那個時間會更更短 好吧 那神奇妙算 這個是UR諸葛亮的 赤神在內 敵方三部隊的火屬性 上升50% 那 並對 並變得對所有兵科有利 好不好 他是所有兵科有利 那對目標在內的敵方三部隊發動400%的攻擊 賦予通討 那通討的話就是 自降傷害了 開始攻擊自己 無法發動戰法及命運部隊 好不好 那我們還是一樣 這個組合是以增加智力 智力 在零星的黃浦松的狀況下 他智力可以撐到 11500 那當然 你的UR跟降星有很高的話 當然是比較高啦 那 以零星黃浦松的話 我們會 測試的是這種狀況 好不好 增加一下那個智力 往左啊 激略啊 這些增加智力 然後 戰法 戰法你的SSR 龐桶呢 也可以換成 徐速 好不好 也可以換成徐速 那徐速可以用 可以增加150%的智力嘛 對不對 那徐速也是可以增加一 增加智力的 而且他智力增加的也蠻多的 那你也可以換成徐速啦 好不好 那也是有33%的 對他來攻擊輸出反而上升50% 好不好 那因為徐速本身 本身的那個降星沒有很高 所以我才 你可以換成 SSR龐桶可以換成徐速 你也可以用龐桶 那因為我的徐速沒有很高 所以我用龐桶七星龐桶來處理 來配合 好這個就是李白祖測試的那個 零星黃浦松的那個 的那個什麼 那個 組合啦 好不好組合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打賊影片 好不好 那看看是看看這個組合到底能 傷害能帶多少 能帶多少 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嗎 那我們來看影片 來打賊 全力差 経験地埋めてみせよ 炬火 炬火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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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握手套成功! 嗯! 土壕瀉だな do que no 搞落 税 0 是屁股,是屁股 伸起来吧 伸起来吧 BGM 好, 太大, 太大 好, 准备了 嗯, 准备了 讓我開始攻擊,我方士兵隊! 全軍,我們去到一個經驗。 你不想找我 你不想找我 好看! 太大了! 就算了,我戰兵達! 好的 那大家應該都知道看到了齁 那個零星黃補充其實威力蠻高的啦齁 還可以打到12000喔 好不好 我自己也嚇一跳你知道嗎 零星黃補充 瞧瞧零星黃補充的威力 零星都已經這樣了 你假設是七星黃補充那還得了啊 對不對 那還得了 那也不錯啦齁 這一個傷害攻擊真的蠻高的啦齁 真的蠻高的 比那個 一瓦諸葛亮當主將的時候還高耶 還高耶 你知道嗎 他一連鎖跟二連鎖三連鎖 都比 比那個 比一般的工兵還高一些啦齁 還高一些 那零星黃補充呢 一連鎖的話可以打大概1500到2000之間嘛 對不對 那二連鎖至少有 配諸葛亮還是配龐統都還有三四千左右 那最主要是三連鎖啦齁 三連鎖的智力發動 總攻擊的時候 他居然是可以高達12000啦 12000 好不好 11000到12000左右 但是我們打的是步兵嘛 你打 你打工兵或忌兵的話 你打工兵或忌兵 那影片裡面呢還有一個打忌兵的 你還可以三連鎖可以打9000 好不好 也快接近10000 那你打工兵的話也是有10000 所以零星黃補充這個組合真的是 三連鎖的攻擊力真的是蠻高的 打賊也是更有效率啦 三連鎖一定是秒的啦 好不好 那這以上是李白無科新頻道 我是李白 那我們 介紹了這個黃補充李請黃補充的威力 這個影片呢 希望大家會喜歡喔 好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囉 大家掰掰